去淡水只知道逛老街 跟著貝捷小達人和Joyce的腳步 一起走訪你不知道的淡水 像是阿凡達場景的熱帶雨林 隱身巷弄的歷史古蹟 還有更多秘境等著大家一起來探險 現在就跟著我們出發吧 這次我們的景點呢 就是要帶大家走訪 不為人知的淡水新秘境 有些地方還會讓你有 偽出國的感覺喔 巴結運就能夠出國 這倒是有趣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Go 登!這裡就是淡水小歐洲 我知道淡水禮拜堂 它是仿哥德士的建築 所以來到這邊會讓你感覺 彷彿一秒來到歐洲 可以拍很多美照 我們等一下多拍一點 沒錯 這裡就是非常適合拍 偽出國美照的地方喔 然後剛剛說到的馬街博士 他早期就是在這裡面 進行禮拜集會的喔 那我們趕快去走走觀看吧 走吧 淡水禮拜堂 落成至今已有80年的歷史 在宗教、文化及建築藝術 和地方開發上 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1998年 也正式成為政府所認定的古蹟之一 淡水白樓故事牆 位於三明街四巷右手邊 由宵敬新鮮深繪製 壁畫更長達20公尺 雖然具有歷史意義的白樓已經不在 這幅壁畫依然在原處 見證著淡水的蛻變和成長 接下來的景點 大家可以搭乘公車或是騎乘U-Bike前往 Juice和我決定乘風破浪 征服沿線美景 享受一下淡水河岸的浪漫景觀 你那也是悠遊卡嗎 對呀 這次是台北捷運獨賣的3D立體悠遊卡 不管你是刷越來佳門 或是借這個U-Bike 它都會發出超炫的燈光效果 超可愛的耶 不愧是捷運小達人 連悠遊卡用的都跟別人不一樣 很可愛吧 那我們就出發吧 Juice我們剛剛騎腳踏車 我看你騎的超快的耶 我都快要追不上了 想必你應該對運動都非常的擅長吧 我自己呢是還蠻喜歡運動的啦 哦那那麼多項運動裡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項 如果要選一項的話 我應該會選桌球 啊對 之前你還有去北投會館練習桌球 看起來敲殺超厲害 那如果是舞蹈呢 舞蹈你喜歡嗎 舞蹈的話 我是沒有特別擅長啦 但是就還蠻喜歡看表演的人 所以看了很多表演也該對懂 接下來我帶你去看一個 世界級舞蹈殿堂的練習場 他整個場域都超藝術氛圍的哦 我們趕快去 走吧 這裡是雲門舞級 位於淡水的練習場 建築屋頂以浮雲作為設計意象 再搭配上淡綠色的玻璃帷幕 就像是一座隱身在森林裡的小城堡 在我們身後的這個舞者雕像 他也是大有來頭哦 Juice知道他是誰嗎 這個我還真的是知道 他是為了紀念呢 雲門舞級的前舞蹈總監 羅曼菲女士所設立的 當初呢 林懷銘為他創作了晚歌 在這個舞蹈表演當中呢 他以將近十分鐘哦 十分鐘的旋轉 讓全場觀眾呢 都非常感動 而且滿堂彩 你知道十分鐘的旋轉有多困難嗎 欸欸欸欸 你要轉去哪裡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今天的景點 如果所有粉絲們也喜歡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鈴鈴鈴鈴鈴鈴 那沒吃飯跟我一起玩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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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erer Sharon 我們 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